看博主拍的vlog 文艺 自愈 为什么自己拍的就差小人艺 其实只要掌握一个学习巧 就能把vlog拍出电影感 那就是分镜头 动作分镜 以录影为例 首先拍拖着录影车走到湖边 但是只拍一个镜头就很单一 可以再拍轮子压过草地的特写 其他角度拖着录影车的画面 组合在一起 就能通过这一个动作 展示出更多的细节 紧别分镜 拍摄吃美食的镜头 可以先拍中景 人物准备的画面 再拍烤肉的特写 以及主角品尝的特写 最后再拍大景 所有人一起聚餐的画面 这样拍画面就会更加丰富 接下来看看 使用这个技巧拍出来的成片吧 好 对 没有 好